哈囉,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用過的拳套跟使用的心得 那在介紹各個品牌的拳套之前呢,我們先給大家 假設大家都不知道拳套是什麼東西,沒有概念的話 我們先快速講一下,在你買拳套的時候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其實拳套它的規格和分類啊 基本上都是用ANF,就是它的重量來做區分的 那我們可以,你不知道你要用什麼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知名品牌它都會有一個很清楚的分類表 可以去查像RDX他們也有分類的樣子 那只不過我們不管這件事情簡單做個區分的話 如果你是170公分以上,然後重量在7-80公斤以上的人 你可以想像你的練習用拳套基本上就是建議你拿14盎司 你想練得累一點,16盎司 那以下的人呢,建議就是你基本的練習拳套就是12盎司 那想要累一點就12盎司,14盎司 這樣子,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區分 那真的需要更細的,你其實可以再看各個品牌的練習這樣 所以像我手上這一顆,基本上它就是 我看一下 這一顆就是14盎司的 那其實一個拳套你在看大小的時候 大小其實看不太出來 因為你看像這一顆就是它是12盎司的,但是大小其實差蠻多的 那我們再換一顆16盎司的來比 其實你會發現size就沒有差那麼多 所以其實你還是要看它的規格 通常會寫在這個地方 或者在側邊 這裡 這個地方 或者在側邊會有一個小標籤 通常會是這樣子 那你去買全套的地方 不管你是網拍或者是現場買老闆的運動 你也可以跟他講說你想要拿一個盎司數的拳套去做指定 這是第一個最終的重點,盎司數 那第二個重點通常會影響拳套的東西是 它的表布 這邊這兩個是同一個牌子的拳套 基本上它們最大的差異就是這個是人造皮 這個是小牛皮 那差異真的要我說的話呢 其實耐用程度通常小牛皮還是可以耐一點點 等一下你們會有點示範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有些人會說人造皮容易臭 牛皮容易臭 我們自己的實驗結果是 只要你沒有乾燥它 都很容易臭 而且都很臭 所以全套的保養我們放在最後再講 這是通常會影響價格的兩個差異 這樣子人造皮跟這個 它其實裡面的結構就算差不多 其實價格也會差一階 好 那再來說的是第三個比較概念性的東西 其實你真的去看拳擊大牌的拳擊手套分類的話 基本上拳套會有通常三種用途 一個是你平常練習用 就是打一般的譬如說 Double M Bag Cobra Bag 或者是你空灰 這是一種 另一種是打重袋的時候使用的 它會需要比較強的手腕保護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對鏈的時候用的 對鏈的用的拳套其實跟剛剛說的那兩個 其實它會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前面的護墊會比較軟 比較 就是比較厚比較軟 這樣子的話你在打擊對手的時候 你的陪鏈對手才不會那麼容易受傷 所以基本上會是分成這三類 那每一個品牌會有每個不同的風格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開始講 每一個我們用過的拳套 大概我們目前的心得狀況是怎麼樣 好 首先第一個 這副其實我沒有用過 擺在我們道館很久 我印象中是迪卡農的 它是一個8盎司的拳套 8盎司寫在這裡 8盎司 那你可以看到它非常小 其實也不會是我使用的size 通常這種8盎司的也是給 就是比較小朋友或者是個子比較小的女生使用的 但是迪卡農的拳套 除非你只是想玩 你沒有知道做任何練習 沒有要打任何重的沙袋 不然的話它前面的護墊都是 一壓就直接先到下去的 沒有什麼保護效果 強烈不推薦 OK 雖然說它真的非常便宜 依附不到1000塊 這樣子 好 這是迪卡農的 再來 下一副是 拳擊品牌 Everlast 在台灣你可以買到幾乎最便宜的拳套 我有看過有一些人在練習用的時候 也有用過這個東西 這副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人造皮 而且毀損的樣子 人造皮放久了 這一個其實就是經過了幾年的摧殘 它自己會脆化 就會裂開來開始掉 這樣 那這一副是我們當初第一批買的拳套 其實年紀真的有點大了 然後這一支應該是女生用的 應該是10盎司 那它的缺點一樣 就是這邊有點薄 堪用 但是完全不能拿來打重袋 就是你拿這個打重袋的話 你的手腕理論上是會受傷的 如果你的拳頭真的有做對的話 所以這是Everlast的 初學者第一副拳套可不可以用 我覺得可以 但是就是 你要有心理準備它之後 一定會這樣睡到你殘不忍睹 一定要丟掉的 OK 好 再來 這邊這一副 是我們一樣的是我們同學用 它這個是12盎司的泰拳手套 你可以看到泰拳手套有一個明顯的特點 就是它其實比較圓 那因為我個人沒有練過泰拳 所以我其實對這個比較沒有研究 那我們這邊就PASS 不過這一副的話 它看起來就是牛皮類的拳套 人造皮其實也有分 如果它是人造皮的話 你其實可以往內看 比較光滑的人造皮啊 其實就比較差一點 就更容易脆 等一下我們看RDX的人造皮的時候 你可以明顯看到它的差別 好 我們下一副 RDX 這是我在網路上看到 大家最常拿來練習的主流拳套之一 就是入門款 便宜好用 它的護墊其實夠 打重袋有一點點勉強 其實我們現在在台灣買得到的 大部分都不是重袋用的練習拳套 重袋用的練習拳套通常在這邊 會有一個就是更加加固的機制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上面的人造皮啊 它是有紋路的 這一副其實我們有同學買了到現在 用了大概三四年 其實旁邊也就只有這個程度的褪色 吊色而已 其實對新手來講 如果你真的預算有限 我建議第一標真的就是這一副 還不錯用 有一些拳擊選手就是 台灣的國手他們在拍宣傳用影片的時候 其實也會用這個 其實真的還不錯 好 忘了講它的價錢 基本上就是 我沒記錯的話就是快兩千 快兩千台幣 再來這一副 是我們認真開始練拳擊之後 剛剛有說我們第一副是買那個Everless的嗎 這一副我們開始認真買拳擊之後 挑的最低價的牛皮拳套在台灣 最低價的拳擊的牛皮拳套 那這一副是我的啦 它這一副你可以看到是16盎司的 那經過久的摧殘之後啊 它會出現的症狀其實就是 這邊會掉漆 然後其實我換拳套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副被我搞得太臭了 所以之後就換掉了 它其實你可以看到這一副被我們 雖然它退役了 但是其實前面的表布啊什麼的 其實都完全沒有出什麼事 就只有剛剛內側 我們在阻擋的時候 弄到有一點掉漆而已 所以如果不介意湊位的話 它其實還可以繼續服役好一陣子 湊位是你自己的問題 對 那 它的護墊其實 還不錯 堪用 拿來打重賴的時候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樣子 除非你全力慣 這次我練習了重拳之後 真的掌握到技巧的時候 才出現一次不小心打到最上面硬的地方 才覺得它會被壓扁 不然在那之前其實它都表現得非常好 這樣 強烈推薦 如果你有一點預算 新手然後你想練就練一陣子的話 第一副買這個 還不錯 而且台灣就買得到 也有台灣蠻多賣家在賣的這樣 好 再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Top King TKB這個牌子 它的品質我們覺得它大概跟RDX 剛剛那兩副差不多 那它需要特別被講的事情是 我發現台灣的業餘拳擊賽 好像蠻常提供的都是這個牌子的拳套 就是我看影片上面選手都是帶這個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習慣那些比賽 你想要去打的話 我其實會建議你可以考慮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你就直接買這個 比較習慣比賽用的設備這樣子 所以這是關於TKB 好 那下一副要講的事情是RTX 那我們剛剛在講的那些拳套啊 其實從便宜的到我們剛剛一直到這邊 其實剛剛那些拳套都有一個特性 它基本上是個練習用的拳套 就是你打打Cobra Bag、DoubleM Bag、重袋 其實都還OK 然後你打跟人對練的時候 沒有特別優秀 但是可以用 那這個Pelitex的拳套呢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是 你看一下這個拳套 它是個16盎司的拳套 我拿另外一副 RDX的16盎司 你看 其實這個就尺寸上跟實際上 它都比較輕一點點 雖然說它盎司數一樣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那它其實就是個揍人用的拳套 拳套裡面有一種區塊就是說 它講究的不是說你的保護性很好 而是說你打進去的時候 力量傳透得非常好 我們就會說是揍人用的 我們剛剛之前有說過對練用的 那個也是你的目的是 好好保護你的對手 這個不是 這個就是我需要力量傳透過去揍他 讓他想辦法KO掉他 所以像RDX這種打人揍人用的拳套 基本上我會建議你不要練重彈 不要用在你的好夥伴對練身上 你要對練的時候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力道 這樣子 通常它就是你空灰 然後兩種清淡練習的時候 可以好好適用的 那它的打起來手感還不錯 只不過我們當初一開始用它的時候 就拿它來打重彈 然後手就有點痛 這樣子 所以挑戰我們這類型的拳套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這種事情 好 接下來我們再講下一個 RIVAL RIVAL這一個拳套呢 它也是比較偏揍人型的拳套 那這個牌子我們目前在道館裡面 只有一副這樣子的拳套 那它的品質其實就跟Fairotex差不多 就是稍微再好一點點 那售價兩個大概都是3000到4000台幣 這個區間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它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打擊感 就是給你這個面 你打到東西的時候 這個面的穩定性 你會感覺比一般的低階一點點的好一點點 就是你打手感會比較清楚 你可以很清楚感覺到你有沒有打準 這樣 那所以這一副的話其實也還不錯 好 那接下來可能就會有人問啊 我們剛剛介紹了那麼多牌子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介紹 獨翼啊 這類的 阿迪達啊 這一類的 其實這個時候就要講 獨翼阿迪達跟我手上這一副 老鷹這個 HAYABUSA 其實 某種層面上的意義來講 它就是個潮牌 潮牌不是不好 先說 但是因為帥是一種機能 他們跟同價位的比起來 他們多了帥的這個機能 所以其他的機能很明顯就會 稍微降低一點點 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 像這一副跟剛剛那個RIVOL他們 是同價位的 可是他戴起來之後打的手感 就會差一點點 他的機能性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比較好看 所以你要買這三個牌子的時候 都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需要有個心理預期 同樣的價位 他們的品質會稍微差 你想要 某一排那個價位的品質 你其實價錢要再往上墊高 才能在他們這個找到 原因是因為 他們的外觀設計什麼 就是比較好嘛 好 那再來我們說這一副全套的話 我們使用上的感覺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纏繞的設計結構 戴上去之後 雖然說它看起來很大 但是其實沒有前面那幾個RIVOL RDX的那個環繞的那個 纏繞的那個 保護性來的那麼穩定 雖然說它身身這個很大 但是可能是因為造型的關係 就是它比較扁一點 再來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打擊上的手感啊 還要不算它的拳套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 就是它這個弧線 這個弧線在打的時候 不知道這邊看不看得出來 它這個面比較這樣子凹 所以你在這樣受益的時候啊 比較容易讓你的拳頭這樣子凹 所以簡單一點就是比較容易這樣翻 那這也是在你要買這個全套的話 要稍微注意一點的事情 這樣子 我們不知道它的其他模組會不會有比較好 但是我看網路上他們的評價 現在還要不上的模組好像都是同一個 但是換皮這樣子 OK 好 這是還要不上 所以以上是我們大概對3000到4000塊等級的 牌子的一個介紹 那這邊的話一定會有人說 那你為什麼少了兩個牌子 Ringsight跟Title 因為我們要把它跟接下來兩個更高階的牌子一起介紹 但是一定有同學不知道他們的logo 所以等我一下 我去拿一下 OK 好 Ringsight是這個樣子 Title是這個樣子 我們道館呢 其實沒有人有Ringsight的拳套 但是有人會買Title的拳套 品質我們覺得還不錯 但是就是所有的那個價格區間線啊 它就會比前面的講的那些牌子 通常以RDX為基準 貴個大概五六百六七百 效果比較好 我們覺得Title它有一個凝膠系列很不錯 那可是因為那個拳套的同學帶回家了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展示的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剛好說優亮 三個品牌要介紹 我們先快速的過一下 以拳擊來講呢 美國拳擊最大品牌 老牌Winsight 墨西哥拳擊全套最大老牌 這個牌子 我一直都不知道它怎麼唸 我也沒有去查 就看一下這個牌子 再來呢 是日本拳擊 牌子Winning 好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Winsight裡面有一個員工 後來出去了創業 創立了Title 他主要就是仿Winsight 但是仿的品質還不錯 所以呢 他後來又推出了兩個產品線 一個產品線叫Promax 對應的就是這一台 另一個產品線叫Fightings 對應的是這一台 你可以從Logo上很明顯感受到 他就是要抄 但是不重要 因為他抄得不錯 所以呢 也還蠻有名的 你可以在台灣 有一些拳館裡面 看到有人用這一類的拳套 都還不錯 但是因為 他就是講究CP值的嘛 所以我們直接介紹 三個他抄的對象 你就想像他的牌子就是 價格比較便宜 功能有弱化一些的 那三個牌子就好了 OK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三個牌子了 第一個 Ringsight 我們很不幸的 我們沒有人買過他的最好的拳套 所以 不知道 那如果你有用過的話 拜託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使用心得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講 墨西哥牌子 墨西哥牌子呢 這個牌子最知名的地方就是 他就是專門揍人用的拳套 跟剛剛我們講的Fairtex一樣 他有分兩種 一種是這裡的保護城是用馬毛做的 一種是用泡棉做的 差別在哪裡呢 馬毛的目標就是 我就是要揍死你 穿透力超級好 那個拳套呢 我記得稍微比泡棉組的更貴一點點 但是他的壽命只有大概成10回合 30分鐘 所以我們當然不可能用那個嘛 所以手上這組是泡棉組的 我們戴上去的狀況呢 他有幾個狀態 第一個是他的打擊點的手感 非常非常好 真的是揍人拳套的首選 沒話說 但是 他的大拇指 這個扣合的位置啊 會跟有些人大拇指按下去的那手感 不太好 可能會覺得大拇指會頂到 所以跟你的手型有非常大的關係 這點如果你要挑這個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 他的價錢呢 從台灣買不到嘛 所以 從國外買回來 韓運費大概是7500到8000多一點點台幣 這樣子 你可以從網路上買到這樣一個拳套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故事是 其實你看 呃 拳擊賽 職業拳擊賽上面 最常出現的其實就是他跟另外一個客製化品牌 Grant Grant 台灣反正買不到又要客製化 我們就不提了 那 他的特點就是 穿透力非常好 所以 很多拳手也會都用他 那也有些比賽會禁止用他 更勝的就是 有些拳手去參加那種比賽 輸了之後就說 都是因為我沒有用這個牌子的拳套 所以我才輸的 總之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傳奇性裝備品牌 神裝 OK 這是墨西哥的品牌 非常好 好 相較於剛剛那個專門驟人用呢 我們日本系的品牌 紅色白色 你都不好看 我們看一下紅色 紅色的長這樣 紅色的這個牌子呢 WINNY這個牌子 他的特點就是 他是另一個極端 他是超級講究保護性的拳套 所以你在職業賽場上 幾乎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他揍人前面就保護性很好嘛 被揍的也比較軟 很難達到KO 那 但是他的保護性非常好 所以你在看到專業拳手的訓練的時候 非常非常容易看到他 為什麼 就是 揍上去 以網路上的評價來講 就是你會覺得 就像是揍在一個枕頭裡面 喜夢思名窗等級的舒適感 我們買了之後呢 自己試揍一下 我們揍這個重帶 前面剛剛介紹的所有拳套 你揍下去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壓迫感 壓到的感覺 這個我們真的是 吹了拳身的力量 最重的重拳揍下去 裡面還是沒有比掉 非常好的一個保護的狀態 但是同時你可以想像 你在對練的時候 揍你的對手 這種揍到臉上 也比較不會有傷害 如果你在賽場上看到有 專業的拳手他用這個的話 他一定不是KO系的拳手 他一定是精準打擊系的選手 這樣子 那我們使用的結果呢 非常的滿意 但是他也是剛剛說的 這些所有評價裡面最貴的 日本這個牌子 所有的東西 他有頭盔有護盪 什麼然後也有拍板 但是都很貴 這一顆呢 還運到台灣大概就是一萬多一點 一萬一一萬二的程度 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常練的時候 才有可能要考慮這一顆 就是你可能一週練五六天 然後每次都會上重帶 幹嘛就幹嘛的 才會推薦你用這顆 不然的話 其實剛剛有介紹 比如說RDX 然後PITAL的凝膠系的那些拳套 雖然說比較消耗 但是還是比較便宜的選擇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道館所用過的 所有的拳套的使用心得 下次影片再見囉